国产抗日神剧究竟有多离谱 眼前老妹一回家 就看到地上插个大导弹 给老妹下的是相当着急 二话不说 拿着木棍就要给他挖出来 大伙都知道 排弹肯定要小心翼翼 不过这老妹不是一般人 这次真不怕一个不小心 见到自己的胎奶呀 就在这时 我们的旗霞回老家了 看到老妹的操作 立马进行了自制 后退 后退50米 不得不说 旗霞多少还有点安全意识 老妹也按照旗霞说的 躲得远远的 只见咱旗霞脱掉上椅 小心翼翼的向炸弹靠近 最终经过旗霞的不懈努力 成功的将炸弹给弄了出来 最后咱旗霞要整火了 只见旗霞手拿小刀 一点点插入弹头 看旗霞的表情 那是相当的用力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时间后 旗霞终于完事了 一顿操作 给旗霞都整饿了 咱旗霞吃饱喝足后 直接就抱着大导弹走了进来 只见旗霞将导弹慢慢放入水港 师傅要验死他呀 而我们旗霞 实际是要给这核弹锯开 咱旗霞也给我们解释了 那锯弹壳会产生热量 很容易让自己溅太奶 水可以降稳 在水里直接就能抵消了 多贴心 看神剧还能给自己长知识 不过这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在又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巨弹后 旗霞终于给它锯开了 咱旗霞抱着这大宝贝 慢慢放在桌上 只见旗霞轻轻拿开弹头 然后抱起炸弹 开始往外倒里边的火药 好家伙 这火药还没过年放的火变多 导弹多少有点水分了 然后咱旗霞随手就将没用的弹壳扔了出去 神剧不仅导弹奇特 那毒气也非常的奇特 这次敌人向旗霞发射了毒气弹 只见旗霞戴上了自制的口罩和眼镜 看到没 这口罩还没N95颜色 直接就能放毒气弹 再看小鬼子这边 一个个全副武装 大左看对面没动静 直接下令进攻 然后咱旗霞戴着自制面具 一顿吐吐吐 直接就给拔个打跑了 这口罩咋看咋漏气 那毒气弹肯定是假的 果然成为神剧都是有原因的 国产抗日神剧到底有多离谱 时间回到两小时半之前 咱四个女旗霞正在家中吃瓜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告诉我们旗霞 人们的同伴被我抓走了 想让他活命就速出来救人 接着画面一转 四位女旗霞各个身穿皮衣皮裤 手拿冲锋枪 狙击枪 那装备是非常豪华 看着是相当现代化 随着领头的一句 咱旗霞要开始行动了 只见领头旗霞从兜里掏出了第二把枪 然后啪吃两枪 直接干翻两个卡拉米 接着狙击手屏息瞄准 又是两枪两个 不过接下来就离谱了 能看这老妹 拿着枪就是土土 那都不带瞄准的 旗霞是啥身份 需要瞄准吗 根本不需要 然后领头老妹 左一枪右一枪 右一枪左一枪 小卡拉米根本不堪一击 再来看看冲锋枪老妹 能看这表情 完全不歇一步 另一边也是一样 果然是冲锋枪枪都往那开始散步了 小卡拉米是一枪都打不到 随着四位旗霞的一路屠杀 外边的卡拉米很快就全部赶踢 而在军火库内 里边的小卡拉米早已加好几枪 旗霞只要赶进去 直接乱枪大事 不过他们还是小看旗霞了 只见旗霞一波延伸交流 然后不约而同的掏出了手雷 直接一起丢了进去 里边的小卡拉米直接变红烧 能看看 现在知道关门的好处了吧 然后我们旗霞大大方方的走了进去 配合上无线子弹 自动瞄准和主角慢动作 轻松的解决了残留的卡拉米 但旗霞一个个脸上 那是没有一点反应 应该是看过剧本了 知道自己这一集咋咋都能赢 经过旗霞两分钟半的实力碾压后 小卡拉米终于是结束了折磨 最后在旗霞一个帅气特写下 结束战斗 果然还是得看旗霞打仗 那小卡拉米的枪都是摆着 全程那是一枪都没打到 就那小皮衣小皮裤 能说这次穿越过来虐菜的我都信 现在的国产抗日神剧到底多能走 这次咱旗霞不来硬的了 直接就采取了饥饿战术 咱旗霞这边一人一碗猪肉炖粉条 再看国局那边 一个个都跟没见过饭一样 一涌而上 再看看吃点 这粥都吸成水了 一个人还只能喝一勺 这次准备打仗的时候上去啃人的吧 这小老弟吃个磨还吃一口泥 就这样的伙食 咱旗霞硬生生吃了一个月 这给对面肯泥膜的小伙儿 看得都要哭出来了 到了第二个月 咱旗霞的伙食又升级了 直接就一人一盘猪肉饺子 好家伙 这是十二年上的围城吧 再看看对面 这咋看都不像走 直接就要开始喝水了 不过这次一人能喝两勺 那厨师正要粉饭 旁边一小伙儿直接就饿个儿屁了 就在国军一个个都要自闭的时候 老蒋也终于派飞机送来了空头 不过我们旗侠肯定不会让他们顺利收到物质 直接就火力压制 再配合其他旗侠 不吃一下就给空头抢走了 那国军刚把饼干塞嘴里 下一秒直接就被得到了 但他却是非常的开心 而那些没被抢走的空头 国军那指向 一个个跟没吃过东西一样 看着这着急的样子 肯定是真饿坏了 而城内的人就不好受了 那刚拿到的食物 还没塞嘴里 港官直接就下令没收 能看这一个个给委屈的 接着这长官一看 里边还有一张张美丽海报 好家伙 这饭都吃不饱了 身子都虚成啥了 太发这东西 不过尽管已经这样了 国军还是不愿意投降 但咱旗侠就是会整会儿 拿着个大喇叭就开始喊 有这个小鸡顿蘑菇 红烧五花肉 狗肉闷狂动 好家伙 这肯定是舌尖上的围城 国军直接就有俩受不了了 连滚带爬过来投降 那都有出头鸟了 后边肯定还有投降的 不过那些富有顽抗的 过了几天后 一个个不是厄运 就是当场改屁令和办 那敌人长官是真无法忍受了 直接就带着手下 要和咱旗侠品命 不过那每天好吃好喝的 和一个个恶虚拖的肯定不一样 面对那都要恶运的敌人 旗侠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胜利 谁说我旗侠只会开外挂的 那这基本是没打动手 直接就拿下了胜利 之后还有那些离谱操作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看